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在这张照片里面切换不同的颜色背景 首先呢我们这里已经打开了一个素材 我们先把这个素材拷贝一个图层 过后我们用这个Quick Selection Tool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物给圈起来 这个Quick Selection Tool呢它其实对于一个存实的背景 它的功能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有效的 如果环境比较复杂的话呢 这个Quick Selection Tool的这个准确度它就不会有这么高这么准确 这里我们再 好我们已经大致上把这个人物给扣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建立一个萌板吧 Laymas 点击过后它就会自动创建一个萌板了 然后在这个Background的上方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Solid Color 我们随意的挑选一个颜色 过后呢我们再去检查我们的萌板是否有 masking到很准确还是有一些漏洞我们是没有mask到的 我们放大来看一看 我们点选这个萌板过后用这个橡皮擦或者是笔刷也是可以 然后这个橡皮擦我们的那个硬度我们调去大约70到80% 这样再把它给插出来 这里也需要去做一个适当的修整 这里也是需要 好了我们这里已经细修完成了 我们去按这个Properties 然后确定是点取了这个萌板 我们再去这个Select and Mask 我们要把这个头发的部分呢给扣出来 因为它现在头发的部分是好像比较叉叉的 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Select and Mask这个功能 把它的头发给分离出来 点击Select and Mask过后我们用这个第二个的 Refine Edge Brush Tool 这里呢你就可以直接涂抹在这个头发上 然后这个系统呢它自动会帮你计算的头发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头发给分离出来 我们再把这边的头发也涂抹一下 点选已经是完成了我们就按OK 好的它的头发大致上那种细节相比之前的那个效果 这个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这里已经是完全的把这个人物给去备了 你可以随时点选这个Solid Color的Layer 换取其他的颜色 你可以换取紫色 可以换取粉红色 青色都没有问题 如果只是把这个背景换去Solid Color的话呢 它其实看起来是比较flat 比较平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光和那个阴影存在 所以我们就这里 Blending Mode 把它选择Multiply 它就会根据这个圆图层白色背景的光影 它会做出调整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好了今天的去背教程呢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你可以一键三连点赞订阅分享 那下期的影片我们再见咯 拜拜